这个人叫杰克拉条 这个杰克拉条 人叫孽猫 说他被公安机关拘留过 拘留完以后 又开始直播 还继续干这个事 那么人民网就 有一个热评 孽猫的杰克拉条 又上热搜了 有网友称杰克拉条 压根就没改 也没有认识到错 再度开直播孽猫 此前身为知名美食博主的 徐某辉括号 就是杰克拉条的 知识姓名括号 因处刑事孽猫 拍摄短视频传播等 被当地公安机关 依法予以治安拘留 杰克拉条 有没有再度开直播孽猫 尚需求证 而仅凭他之前 处刑事孽猫 就以臭名显著 为人不齿 如果杰克拉条 再度开直播孽猫 获得证实 那么受到广大网友 谴责是一定的 同时其行为 也是对警方权威的挑衅 此前所谓的道歉 不过是妄图蒙混过关 杰克拉条不但孽猫 还拍摄短视频在QQQ分享 这是警方通报提供的信息 杰克拉条所在的群里 还有很多人 猎猫 他们以猎猫为能事 为乐事 以分享猎猫心得为常事 并且大肆污名化 爱猫人士 据报道 记者调查发现 有网友发布 有爱猫视频 可思信 300G的 300G的猎猫视频 被对方以10元出售 这说明猎猫已经常态化 规模化 财化 以此形成了罪恶的利益链条 就是有人以爱猫群 爱猫人士打扮 实则呢 他们是猎猫群 猎猫的群体 另据报道 一些相对成熟的贩卖 猎猫动物视频的团伙 内部有明确分工 有人专门从各个渠道 领养或捕猎猫狗 有人专门创作和实施 猎猫剧本 更有人专门从事 猎猫视频的推销贩卖 这种猎猫黑产 令人发指 如何通过精准治理 瓦解这种利益链 并惩处 相关人员 值得思考 众所收知 我国有动物保护条例 主要针对 珍惜野生动物 对常见的动物保护 没有明确的约束 但是猎猫 并拍摄短视频 传播猎猫行为 显然与法不容 正如有律师称 猎猫行为 有暴力情节 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公安部门是可以 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来 进行治安拘留 进行罚款 进行训诫 进行警告 有些猎猫者 不禁虐待流浪猫 还盗窃他人的猫来猎 这种盗窃行为 也属违法 此外 无节制宣传暴力 无底线挑战 工序良俗等情节 这些都涉嫌构成 寻衅滋事 可以不爱 请勿伤害 有人爱猫爱狗 有人不喜欢猫狗 这很正常 但是不爱猫和狗 不等于要虐待他们 善待生命 这是为人的底线 以极端残忍的方式 来虐待小动物 不管出于何因 都是不可原谅的 今天我们尤其提倡 和谐共生 媒媒与共 无论对环境自然 还是对小动物 都应有敬畏之心 而不是破坏他们 伤害他们 农村农业部曾表示 动物保护问题 涉及产业发展 民俗 民族习俗 宗教习俗 伦理道德等复杂因素 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 应是一项 兼具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成言 保护动物 却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 不孽他们 不害他们 特别是传播 孽他们 孽在他们的视频 触及型孽猫 有可证 这是向人类良知挑战 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反对孽猫 反对传播孽猫的视频 也是呵护人类的善意 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试想 如果永远暴力行为肆逆 我们还有安全感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读这一段的时候 看他们报道的时候 老胡的视频在这里 我始终没舍得删他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 这个杰克拉条和老胡 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什么我们歌颂和表扬老胡 就不能歌颂杰克拉条呢 或者反过来 我们批评杰克拉条 为什么不能批评老胡呢 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再一个呢 就是上帝没办法 被邪恶完全消除掉 万能的上帝都没办法 完全消除掉 这里有个什么寓意呢 这是我第二个想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老胡这个群体 或者杰克拉条这个群体 他们也许是有 这个 利益的追求 就是因为买嘛 我就从事这个嘛 为什么说瞎话 就是因为可以得钱吧 得现实的好处 但是这里我们不可否认 他们有利益诉求以外的东西 比如说精神上他愉悦的感觉 甚至这个低层次的一种快感 当然他们自己认为是高层次的一种快感 所以这个罪恶呀 邪恶是永恒的一个问题 他本身自己产生快感 他自己奖励他自己 他怎么会消亡呢 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乐此不疲 乐此不疲 永恒的存在 感谢观看